Hello,我們今天要念的是關於給小朋友,應該說是寶寶看的量子物理 我們的聽眾有 How do you say? How do you say? 很有戲喔 鬥雞眼 好,不要鬥雞眼 你們確定要看這一本嗎? 對 好喔 我的第一本,量子物理 對,沒有錯,我們看看 這個是我的王喔 對,你們不用知道作者齁 反正這個是專門寫給小朋友看的一本量子物理 嗯,我們挑一個,你可能比較看得懂的好不好 我們今天來的叫光 Holly,對你來說,你覺得什麼叫做光? 那就是光 你是女生喔 電燈發出來的就是光,是不是 嗯,開 那你覺得光應該長成什麼樣子呢? 那樣子 長成那樣子嗎? 喔 那這邊呢,它教你一個很新的觀念喔 它說光啊,可以當作呢,像是這樣子 一顆一顆的光子 你知道什麼是光子嗎? 嗯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光啊 它其實是有好多顆好多顆的這種 小光球會發光的小粒子 它在表演喔 那你覺得那個應該是黃色加白色吧 對,你可以這樣想 如果說你是藍色的話呢 就是藍色的光子 藍光就是藍色光子組成的 還有紅光 然後光呢,在我們把它當作是一顆一顆的光子以前啊 我們認為光就很像是波喔 你知道什麼是波嗎? 你有沒有跟我玩過跳繩 然後在手上這樣拉直的以後抖動 就好像有波浪在上面動 嗯 以前的人呢,會認為啊 光呢,應該就是像這樣的波動 然後 光把光當成是一顆一顆的光子啊 是比較新的觀念喔 那兩個都通 然後 什麼叫波長啊? 如果你今天甩出來的那個波浪啊 感覺很寬的話 那個就是波長比較大 可以接受嗎? 嗯 如果你甩出來的波長啊 那個波浪感覺短短的 那那個就是波長比較短 OK嗎? 嗯 波長比較短的呢? 藍色跟紅色啊 你猜猜看,你覺得誰的波長會比較短呢? 它的比較短吧 它的是誰? 它是藍色 你的直覺很準耶 對 它的波長比較短 波長比較短的光呢 它的能量就會比較強 所以你看它是把它畫了一個 它舉的什麼東西? 雅鈴,爸爸最愛舉了 對,雅鈴 所以你現在只需要知道 藍色的光啊 它的波長是比較短的 比較強 能量比較強 這樣OK嗎? 嗯 好 然後 平常你在彩虹上啊 你看到的光有大概幾種顏色啊? 七種 七種是不是? 你電得出來哪七種? 紅橙黃綠藍電子 OK沒有錯 那你知道如果在紅光更外面的地方 它就叫做紅外線 嗯 記得起來嗎? 紅色 你看這個是紅光對不對? 紅光更外面的地方 我們就稱作紅外線 紅外線 你猜猜看 你看得到紅外線嗎? 紅外線的光 對 紅外線呢 平常太陽發出來的光啊 也有紅外線的喔 你覺得你有看過它嗎? 是黃色的 是紅色嗎? 不是 它是白色 也不是 事實上呢 我們都看不到紅外線 因為紅外線是一個波長啊 比紅色光還要長的 長的光線喔 紅色光呢 它的波長大概是750奈米以內 眼睛看得到的 其實很多的光啊 我們眼睛都看不到 我們看得到的光 就只有這個 紅橙黃綠藍電子的光 因為你還沒有學過長度對不對啊 從400到750奈米呢 都是眼睛看得到的 然後750奈米以外的這些光呢 就稱作紅外線 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紹喔 你平常曬太陽曬很久啊 你有沒有覺得很熱 嗯 那你那個很熱的光線啊 其實就是紅外線害你的喔 這個紅外線麻煩重點 你害我差點重點 呵呵呵 對 就是紅外線讓你覺得特別的熱 那有紅外線 紅光以外的叫紅外線 那你幫我猜一下 紅光以外叫紅外線 紫光以外叫什麼線 以外線 沒錯喔 你猜得很準 紫外線 以外線還紫外線 對 比紫光還要外面的線 喔那你可以幫我猜一下嗎 剛剛我們有沒有說 藍色跟紅色啊 藍色的波長比較短 所以它會比較弱還是比較強壯 強壯 對 所以你現在看喔 左邊是藍色 右邊是紅色對不對 那你可以猜得到 紅外線跟紫外線 誰的能量會比較強嗎 紫色 誰會比較強壯呢 紫外線 紫外線 什麼 紫外線 什麼叫禮 紫外線 對紫外線 紫外線 紫外線有這個啊 對它是比較靠近藍色 它的波長是比較短的 所以它這個能量就很強 我以為是紫外線原來是紫外線 所以紫外線啊 它有什麼用途呢 你看它如果很強壯的話 如果有一些細菌來的話 是不是就派它出來揍它 就是最方便的事情 所以紫外線呢 它可以用來殺什麼 你猜猜看 病毒 殺病毒嗎 嗯 殺菌 沒有錯 那個像有些 我們現在是不是防疫期間啊 有些人就會拿著一些 好像紫外線的燈啊 然後在那邊東照西照燈 它就是可以殺菌 殺病毒喔 那麼普通的 太陽的光照到細菌 細菌會不會很很不舒服 喔 會喔 所以有些人就是 會把棉被拿出去曬太陽 這樣曬太陽感覺呢 就是被子會香香的 然後有時候那個被子香香的味道啊 爸爸不確定喔 聽說就是那些細菌被殺死的味道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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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棉被有臭欸 喔 有嗎 有 沒關係 要過年 我們再拿去洗就好 嗯 過年是大小苦 好 其實阿 Holly 這個 除了波長以外呢 還有所謂的頻率 不過頻率對你來說 不知道你好不好理解唷 Holly你知道什麼叫頻率嗎 不知道 如果你今天看到那個波阿 噗噗噗噗噗噗 抖的超快的 那個叫頻率很大 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看到那個波阿 感覺喔 緩慢緩慢的這樣震動 那叫頻率很 很低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比較慢的 這個是比較快的 唉唷 你的直覺很準欸 不然他不能 他怎麼可能可以 這么高 欸欸欸欸欸 不要拉我的棉被 不然他就不能 這不是你的 不然它就不能飄很高,對不對 我幫你擦 它就不能飄那麼高 如果很像漫畫 它可能就沒辦法踩那麼高 喔,你的想法很奇特喔 不過你的答案是對的 就是波長比較短的藍光啊 它的頻率呢 是更高的喔 所以你以後可以記得啊 波長短頻率高的光 是比較強壯的還是比較弱的 蛤,什麼 波長短頻率高 它是強壯還是弱 強壯 強壯的,沒錯 就是能量比較強的光子喔 好 其實啊,比紫外線跟紅外線的 都還有波長更短的 跟這個更長的光喔 如果比紫外線啊 你看這個字你還看不懂對不對 這個是紫外線 比紫外線呢 波長還要更短的光啊 像是這個X-ray 跟Gamma Gamma 射線 這些射線啊 你都比較少聽到 不過X光呢 嗯,你可能聽過 X光是那個 X光是照顧頭的喔 對,你去看牙齒的時候 是不是有照過X光 我討厭 我討厭 人家看到我的大蛀牙 這裡 啊 好好好 討厭別人看到我大蛀牙 大家都蛀牙過 所以你看 我可以 Holly 這個X色線 代表他可以穿透你的皮膚 然後呢 打到你的骨頭 然後看出你骨頭的形狀 你覺得他強不強壯 強壯 沒錯 所以X色線很強壯喔 那他可不可以 穿過你的眼睛 可以啊 他還可以看到我們的骨頭 眼睛是軟軟的組織啊 他當然可以穿過去 那麼X光應該不能看到軟骨吧 對 沒錯 軟骨看不到 你怎麼那麼聰明 你知道軟骨這種東西喔 知道 喔 沒錯 我自己 拜託 我有讀書 你有讀書喔 哇 你現在幾年級 一年級 小學一年級 喔 我小學一年級 只會打躲避球 那我問你喔 如果說 你看 這個是 紅外線 對不對 你看 人眼睛啊 Holly幫我看 人的眼睛能看到的光啊 其實就只有短短的 一小個範圍而已喔 其他都看不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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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介紹一個 一個波 Holly 比紅光 波長要大的 紅光外面的這一段 這段線 這段線啊 叫什麼線 紅光以外的線 它寫什麼啊 叫什麼 外線 紅光以外 紅什麼 紅外線喔 對 紅外線 沒有錯 然後 比紅外線波長要這個 更長的 你可以記一個喔 叫什麼 好 無線電波喔 無線電波喔 我們昨天是不是有去做 那個收音機 是昨天嗎 對阿 對阿 那個收音機 我們收的那個波啊 波長就很長喔 欸 你們是不是注意力 不夠的阿 你們該睡覺了對不對 沒有阿 喔 好 還有一把 在那裡 OK 我看差不多了 這一頁就結束了 好 那我今天來幫你複習一下 光阿 當你把光呢 當作是 一顆一顆的小球 一顆一顆的 一顆一顆的單位的時候 它呈作什麼子 光子 對 沒錯 光子 那光除了當作一顆一顆的光子以外 還可以當作什麼 電波 還可以當作波 那像這個 藍色的光它很強壯對不對 比紅光強壯 你覺得它的波長比較長還是短呢 短 短 那你覺得它的頻率是高還是低阿 高 高 很好 你記得不錯喔 好 那在紅光以外的叫什麼線 紅外線 對 那紫光以外的叫什麼線 紫外線 很好 紫外線跟紅外線你看得到嗎 紅外線 紫外線 對 它在真實世界當中你看得到它嗎 看不到 看不到 我們眼睛看得到的只有這一小段的紅橙黃綠 紅橙黃綠燃電子 對 在這麼多的波裡面阿 你看 其實你眼睛看得到的就只有這一小段的可見光 那有更長的嗎 有阿 往右邊就是更長的 有微波還有無線電波 以後你就會看到微波爐囉 微波爐 對 微波爐就是用微波去夾熱東西的 以後我們再介紹 那我想要考你喔 我們剛剛介紹紅外線阿 紅外線就是太陽發下來讓你感覺到 很熱 感覺到熱的線沒有錯 我討厭紅外線 紅外線 我要把左邊 好 那我再考你喔 那 比藍光波長還要短的這個紫外線阿 它的波長更短 它的頻率更高 那它應該更怎樣 更強壯 更強壯 沒有錯 所以它很強壯 它就很適合用來殺 殺菌 殺菌沒有錯 殺菌 尤其現在防疫期間就很常看到 好 喔 這樣你就花了15分鐘上了一個基礎物理耶 你覺得你聽得懂嗎 有點聽不懂 有點聽不懂 但你覺得有學到東西嗎 有 有齁 好 你很厲害才小學一年級喔 這個可能到 等你到了國三還是高義的時候都會再學到 好 那我們就說 然後老師 等我們搶大的時候就會 就會得最多線 噢 好 好 好 很可愛 對 因為你小一就開始學了對不對 對啊 米亞你應該在狀況外對不對 噢 噢 噢 那我考你喔 你覺得 藍光跟紅光誰比較強 紫色 紫色喔 好 你答案是對的 紫色比藍光紅光更強 好厲害 好 那我們就晚安囉 晚安 晚安 還有這一本喔 好吧 好吧 好